投影設備以及休息5分鐘 還有申請資料等等的請求 卻都遭到NCC駁回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董事長就說 比美麗島軍法大省還不如 因為美麗島大省的當中的被告 在法庭上至少都還能夠 自由來表達意見 而且不會處處被限制 而學者們對於聽證會上 NCC的做法也不認同 強調言論自由是台灣很重要的價值 不應該被不公不義所限制 現場可不可以使用電子設備PPT 這樣的一個設備 對不起 我們之前的聽證會規則裡面 是不允許有其他的方式 為什麼今天索取資料 卻會被NCC去被駁回呢 可以休息個5分鐘嗎 因為 陳述完之後我們再休息 駁回再駁回 10月26號NCC中天新聞 換照聽證會 中天律師提出的要求 不斷被主持方回絕 處處受限制要中天怎麼完整陳述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 尤盈龍臉書重話抨擊 說NCC聽證會讓人大失所望 最糟糕的是 主持人感覺高高在上 不給中天比照NCC實用PPT 還不斷駁回 看似合理的請求 尤盈龍更說 這比美麗島軍法大審還不如 因為美麗島大審被告 可以在軍事法庭上高談闊論 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但NCC卻處處限制中天代表的發言 整體的表現跟40年前 美麗島軍法大審的整個場景比起來 更糟糕 尤盈龍還說要關中天不是不可以 但一定要有據說服力的好理由 但目前卻沒有看到 他也強調任何真正民主法治國家 不會隨意弄個理由就關掉媒體 其實言論自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標準 判別的標準 就是讓不同的聲音能夠公平的平等的來表達出來 那天NCC的所謂聽證會 根本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場戲而已 言論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 也就是說公民可以自由表達意志 不用做事前的審查 而且如果不違法的話 在事後也不會遭到報復 我們希望中天新聞台的新聞自由一定要保障 但是也希望櫃台能夠提任 這個是不會真的重要 捍衛言論自由中天換照聽證會 NCC 自毀中立形象 立場 備受質疑 記者謝文祥 李怡婷 台北報導